接下來我們要看的就是怎麼樣利用 Bluehost裡面內建的檔案傳輸工具 直接把整個網站打包成一個壓縮檔 然後再直接把壓縮檔下載回來我們本機 這樣會比FTB軟體直接一個一個檔案傳輸來得快 因為傳送單一檔案然後持續的傳送 這樣會比一個一個檔案傳還要來得快 所以我們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把整個網站打包成一個壓縮檔 我們登入Bluehost後台的時候 有申請Bluehost的人看起來都一樣 然後在這邊有一個files 這邊有一個file manager 檔案的管理 然後我要下載的就是我們看一下www這個資料夾 那會看到右邊這邊有很多資料夾 那這邊這些資料夾剛剛FTP軟體我們打開的時候看到的其實就是這些檔案 那我今天要備份的是這個sunget.com 因為它今天公司網站掛點掛了7個多小時 讓我覺得一定要做好備份 所以我選擇這個檔案資料夾之後呢 我在上面選取compress壓縮 然後它會問我說那壓縮成什麼樣子 那預設是zip的zip檔 然後是放在這個public html這個資料夾的底下 那當然如果你不要用zip你也可以選取其他 譬如說tar 也在玩Linux的人都知道這個tar的壓縮檔 或是其他的tar.gz 或是tar.biz 那一般我們選擇zip檔就好了 然後按下這個compress file就是開始壓縮 這邊就會顯示出它archive location 一開始跑了 它跑完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看一下這個 它剛剛是放在這個public html的資料夾底下 那我們就點一下這個public html的資料夾 然後呢找到剛剛那個sunget.com.zip檔案 好找到了就在這邊 sunget.com.zip 總共有31.99MB 然後選到它的時候呢按一下這個download 它就下載回來了 那這個時間會比剛剛ftp還快很多 我大概 因為只有32MB 所以大概一分鐘就下載完了 一兩分鐘就下載完了 OK 好它 找到你下載這個檔案 然後把它解壓縮 好 因為這是win7的系統 把它點兩下 其實就可以看到裡面下載回來這些檔案 好這樣是不是比剛剛ftp軟體在傳檔 傳了好幾分鐘 還要快很多 那我們把這些檔案 都把它選起來 你可以把它複製到你的其他你要的地方去 好以上呢就是在bluehost的利用filemanager就是檔案管理的介面直接打包所有的檔案成一個壓縮檔然後下載的方法 謝謝